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电磁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定律 就是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 那法拉第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整个电磁学的发展当中呢 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这个人呢他没有学历 但是他最后呢当上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 你就可想而知呢 这个人他在整个电磁学的贡献呢 是相当大的 那我们来先看来看他的这个发现 他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说 当通过一个回路的磁通量 磁通量我们在上一个系列呢曾经介绍过 当这个通过一个回路的磁通量 如果发生变化的时候 在变化的那一段过程当中 这个回路呢本身呢就会产生一个电磁 那同学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电磁呢是完全是靠电厂来产生的 那当这个但是电厂呢又是靠电位差 所以这边呢就谈到这个电位差的关系 因为有电流的话一定会有一个电位差 就是有电流一定会有一个电厂 但是有电厂的话一定会有一个电位差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开玩笑说 我今天这个电池没有电了 那刚好旁边呢有一个7-11便利商店 所以我就去买一个电池 然后装在我的电路里面 哇这个电路又开始发挥功能 你的那个录音机呢又可以开始运转 那其实你买的不是电池 你买的就是一个电厂 也就代表你买的就是一个电动式 所谓电动式呢就是让一库轮的正电 和通过那个位置的时候 它所提供的能量 所以其实你买的是能量 就是你买的是一个电能 那法拉第呢他就发现 产生这个电路里面就会有电流产生 那产生电流的那个机制呢 就是电动式 而这个电动式的大小呢 显然跟这个持通量的变化有关系 它跟这个持通量的变化率 就是每秒钟的变化量 等于说你这个持通量变化越快的时候 变化率就是变化的时间越短 或者变化量越大的时候 同时间但是变化量越大的时候 你这个电动式呢就越大 那电动式越大的话呢 电流当然就是就会越大 那我们下面呢利用这个公式呢 来探讨他们之间的一个真正的关系 好这个就是法拉第这个感应定律的公式 好那这个公式呢所意味着就是说 有三个意义存在 前面的复化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 第一个是他的变化量 他这个持通量有发生变化的时候 好这个变化量如果越大的时候 当然这个电动式就会越大 那第二个是时间的因素 时间同样的变化量 但是时间越短的时候 就代表变化率越大 那这个电动式就越大 那第三个是负号的意义 负号的意义就是说表示 如果你的持通量是增加的情况 好那这个电动式是负的 我们知道所谓的电动式呢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向量 它只是代表一个电流的方向而已 好所以如果是负的话呢 就代表它所产生的电流呢 好会跟你原本的 好原本的预期的电流的方向呢 会跟它相反 好是代表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在后面的系列呢 会来介绍 我们利用这个冷次定律呢 来解释前面的这个负号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呢 现阶段我们就是来解释说 这个电动式的大小呢 跟它的变化率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三个关系 好那前面的负号只是代表 方向性的一个问题而已 最重要是最重要是前面的两个关系 好那我们下面来 借由这个图例呢 来说明它如何发生变化 对我们就总共有三种的变化 第一种呢 好是面积的变化 因为我们讲的磁通量是 跟磁场的这个接触的面积 好 乘上磁场 乘上这个角度的因素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因素 我们假设有一个毁路 一个金属做的一个 长方形的一个毁路 现在慢慢的靠近这个磁场 好慢慢的靠 好它进来以后 那进来之前的话呢 我们知道 从它这个前端 跟磁场开始接触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它的面积呢 在逐渐的在增加 所以等它开始接触的那一瞬间呢 其实这个回路呢 就已经会产生电流了 因为它逐渐的进来 对不对 因为它的速度如果越快的时候 它的电流就会越大 因为代表它的变化率越大 好 但是从它刚开始一进来以后 这个电流就开始不断的产生 但是等到它完全进来以后 从它开始进来 然后到逐渐的进来 进来进来以后 这时候的电流全部都是 逆时中的电流 但是等到它完全进来以后呢 这个电流又消失掉了 因为等到它完全进来以后 到完成这个整个过程 等它通过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都不会有电流产生 为什么 因为在它从完全进来到还没有出去之前 它的持通量并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它的电流是消失的 那接下去呢 我们看它出去 它出去了以后呢 从它出去开始 它的持通量又开始变成 比以前呢 比它没有出去之前 又开始减少 所以这时候的电流呢 就会变成一个 顺时针的电流 那等它出去 完全出去以后 电流又消失掉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第一个变化呢 是指说 面积的变化 而它的面积变化又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刚进来的时候 它的面积是增加的 所以对持通量来说 它是增加的 那这时候的电流呢 它是逆时中的电流 那等到它完全进来以后呢 这个阶段呢 它的面积又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电流会消失掉 出去以后对它来说 面积是减少的 在它没有完全出去之前呢 这个时候的阶段呢 这个它的电流呢 是顺时针的电流 这是第一种解释 我们再看第二种变化 假设呢 我们把这个磁场呢 调大 我们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磁场调大的时候呢 对整个回路来说 它的持通量是变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个 逆时针方向的电流 但是呢 假设我们把磁场调小的话 好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把磁场调小的时候呢 对整个回路来说 它的持通量是变小的 所以这时候它会产生一个 顺时针方向的电流 所以第二种我们谈到的呢 就是图例二跟图例三呢 我们谈到的就是磁场的变化 变大或者变小呢 对它持通量的改变 以及电流方向的改变呢 所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变化 你看这个回路呢 它本来的 法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这时候是零度 所以这时候的持通量最大 对不对 那万一呢 它这时候我们再看 它如果产生旋转的时候 倾斜的时候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倾斜以后呢 它这个时候的法向量 跟磁场就形成一个夹角 但这个夹角呢 会比零度大 那我们知道cos函数呢 它是一个减函数 所以当这个角度 比零度大的时候呢 它的持通量会变小 会变小 所以这时候呢 回路本身呢 就会产生一个电流 所以这个单元呢 它主要是介绍 两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谈到 就是说 当一个回路的持通量 如果随着时间 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它在变化的这段过程呢 回路都会产生电流 好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谈到三种变化 对它的电流的方向 所产生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呢 它的产生的 这个原因的解释呢 我们会利用下一个系列的 这个冷次定律呢 跟同学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好 那有关这个法拉第 电磁感应定律的 这个观念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到那儿了 废祝